早上十点左右吧 突然有一只孔雀传进了学校的图书馆 并一直在书教之间游淡 图书馆的老师也曾试图将它赶出去 但由于书教太密 孔雀一直在书教之间迂回 不愿意离开 到月半个小时后 孔雀来到了图书馆院子里面的花丛中 才被饲养员抓住暴走